他可以怎樣 幫我把結果給顯示出來 按下清除就清掉了 這個怎麼做的 實際上就錄製聚集 那特別注意 你要錄製聚集之前 請你先彩排過再錄製 所謂的彩排 因為你錄的時候 如果錄錯 他也會幫你寫到程式裡面 所以你務必盡量做正確動作 否則會加一些無關的動作 會怪怪的 當然好像也還是可以執行 只是說多一些東西總是不好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首先我先把它恢復成原來的狀態 綜合練習Test聚集 所以待會我會多增加一個 我先把這個刪掉一下 然後Visual Basic本來裡面沒有 所以我也把它移除掉 讓它恢復一下 就是完全空白 裡面沒有東西 那我們第一個就是先把這個工作表再拖拉過來 也許你再產生一個這個叫聚集好了 也許我們將來練習 你可以練習好幾個啦 那回去大家也是可以反覆的做其他練習 那我們需要是這邊做兩個按鈕 不過按鈕要做之前一定要先產生對應的聚集 那怎麼產生呢 第一個喔 你就先彩排 我待會是1 有不要放這邊 2 有不要再放這邊打個勾 打勾完之後的話呢 公式會進去之後 向下填滿 這樣就完成了 動作非常的簡單 那第二就可以把它停止了 再來就是說 游標放這邊 Ctrl Shift 向下 當然你也可以用滑鼠選啦 不過我是建議 錄製盡量用快速鍵 因為你用滑鼠選 它會錄很多很多很多的程式 只要你移動 它又錄一堆 那你用快速鍵呢 它會產生的程式是最少的 OK 所以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怎麼產生 我們大概彩排過之後 接下來就開始錄製了 所以第一個 錄製的名稱叫做手機號碼串接好了 反正這名稱不見得要叫這個啦 我只是這邊先取一個這樣的名稱 然後另外一個叫手機號碼清除 有兩個按鈕 那首先的話 1 開發人員 錄製喔 然後你說那個名稱叫什麼 你就給他一個名稱 叫做手機號碼串接 那通常我的習慣是 這個名稱 未來會跟按鈕上面的名稱是一樣的 兩邊是一樣就可以了 按確定 那你按確定之後呢 你等一下所做的鍵盤滑鼠任何動作 它都會產生對應的程式喔 所以你這個時候呢 就不能夠亂做弄多 因為亂做它就錄下來了 所以也就是說啦 將來喔 滑鼠鍵盤能做的事情 VBA其實都可以全部幫你處理啦 這個時候可以說 VBA能做什麼 反正你只要想得到的 你只要人工能做的事情喔 VBA都可以代表啦 可以全部做成一個按鈕 全部做完 那我們第一個 錄製劇集喔 一開發人員 錄製劇集 名稱給他按確定 這個時候就開始喔 那游標先放在哪裡呢 14 他會先幫你錄下一行 叫Ranch14.slate 前面是物件名稱 後面是一個動作 好 那不過特別之后 你剛剛如果游標本來就在這裡 你點了他不會錄喔 所以記得你游標一定要放外面 點這個動作喔 他要有做出來 才會有那一行程式 否則喔 如果像之前的同學 是直接放這邊開始錄 他這一行沒有 他變成說他東西都亂跑了 有沒有 他那一行不在這裡 他只要游標放那個位置 他就把東西 他就亂跑了 所以差一行都不行 二的話呢 游標放上面 打個勾 那你想說老師 那我程式不需要刪掉嗎 千萬不要刪掉 不然的話 你要再做一遍 當然你原來就有了 你只是什麼 他幫你把他錄進去就好了 OK 所以不要刪掉 比較OK 當然你要重打 我也不反對啦 只是說你要再做一次攻 好 再來的話就是把這個底下填滿 也不用清掉 直接向下填滿 好 完成了 所以其實我們只有做三個動作 一 二 三 然後向下填滿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就停止錄製了 不要再做後面的 不然會錄下多餘的 好 第一個 聚集完成了 那第二個聚集的話就是清空他 清空的話就是錄製聚集 然後名稱的話叫做手機號碼清除好了 這應該沒有很複雜吧 我是覺得這個還蠻好玩的 因為他這個居然可以自己幫你寫程式 其他程式語言都沒有 所以你說哪一種語言最簡單 應該沒有比VBA更簡單的 而且VBA的好處是 什麼都不用裝 自動已經有VBA了 對 如果你要去學別的東西 你隨便學一個 你學一個Python好了 光安裝就裝一堆東西 開發環境你要找一堆東西 而且很多人連開發環境怎麼裝 最後還裝不起來 那這個不用 直接就有了 好 滿清楚 按確定 所以一樣的動作 一 先給一個名稱 二按確定 那記得游標請你不要放在這裡 不然的話又漏掉了 放外面 游標放這邊 那整個選舉Ctrl Shift向下 按一個Delete 好 完成了 那我們已經錄好兩段了 那這兩段記得停止之後 它會放哪裡呢 你錄完的所有聚集 它會幫你放在這個聚集裡面 這個第一個地方可以找 或者你也可以到VBA裡面找 只是說這邊應該比較好找 這邊是清單式的 這邊的話呢 它會有一堆物件 然後你要到模組裡面 再把它挖出來 所以相對起來都找得到 只是聚集會比較好找一些 那我們把它切到聚集這邊 那你會發現 剛剛錄的第一段跟第二段都有了 如果說你要執行它的話 你就這邊有個執行 有沒有執行的 執行的 那這邊有個清除執行 如果說你希望怎麼樣 看裡面程式的話 這邊有個編輯 OK 不過按一下編輯 它會切到Visual Basic 有沒有發現 它會幫你 實際上就是切到Visual Basic 那它會自動幫你做什麼事呢 一幫你產生一個新的模組 二你錄製一個的話 它就是一個Sub Sub的頭在這裡 名稱 小瓜糊 AndSub在這裡 所以這個叫一個一段程式 一段程序 第二段程序在這裡 OK 那這個大家知道一下 第三個就是怎麼樣 把它變成按鈕 因為我剛剛不是按下去 因為如果你要直接在這邊執行也是OK 不過畢竟如果將來 你要再切到這邊 然後再按 還是麻煩 所以最好怎麼樣 在這邊產生按鈕 那產生按鈕怎麼做呢 很簡單 這邊 插入有沒有 一樣開發人員 這邊有一個什麼 表單控制項的按鈕 下面也有一個按鈕 不過我是建議 兩個都可以做 但是上面的東西會比較簡單 好所以記得 用表單控制項的按鈕 拖拉一個大小 放開 它會問你說 你這個按鈕 對應到哪一個聚集 你就把這個聚集的名稱選起來 上面的名稱請你用複製 為什麼要複製呢 按確定之後你就知道 因為它叫按鈕1 那我們一定會希望怎麼樣 把名稱改成什麼 剛剛那個名稱 所以複製的用意是做什麼 就是要貼上而已 少打幾個字 不然你要自己重打也OK 打別的也沒有關係 只是說 我自己習慣是這樣 第二個按鈕是一樣 再插入一個這個 不過如果你重新插入一個按鈕 你會發現 很難做到一模一樣大小 即便你很用力的調整 它還是不會一樣大 所以怎麼辦呢 我教各位另外一個方法 取消一下 因為你會發現 這怎麼調整 感覺好像都會不太一樣 好像又有一點差 就是感覺龜毛一點就會覺得不一樣 那所以呢 我的習慣是用這個複製 然後呢 貼上就Ctrl V 移上來之後 用這個怎麼樣 再去修改 按右鍵指定 重新指定它是清除 把名稱複製起來 直接貼上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執行 清除 執行 清除 好 所以這個 已經run一圈了 那待會 我不會講太多 好 我再把重點回顧 一 切到開發人員 錄製聚齊 你就錄那些動作就好了 錄完之後 23 要加油 要 兩個 人 在 看看